阿森纳 阿森纳 A.C.米兰 皇家贝蒂斯取胜可期 阿森纳课程取胜无忧 推荐理由 本场比赛是目前英超排名 第五的阿森纳和阿森拜将联赛排名第一 的乔巴拉赫的一场对决 目前阿森纳在英超联赛中状态较好 保持了九月份的比赛全胜的战绩 其中英超联赛四场全胜 英连飞取胜 欧洲联赛取胜 可以说目前的阿森纳是一支状态正家的球队 而可对在阿森拜将是绝对的霸主地位 目前排在联赛第一的位置上 两队此前在欧洲比赛中从未交方 无论从综合实力还是从状态上来说 阿森纳都强于对手太多 加上郑中恶奇尔 拉卡泽特 奥巴梅扬和姆希塔良出色的经济状态 因此在对手较弱的卡巴拉克队面前 阿森纳取胜不成问题 因此看好本场比赛客场作战的阿森纳全取三分 胜 AC米兰主场取胜无悬念 推荐理由 本场比赛是欧洲联赛小组赛的第二轮 本场比赛一架传统豪门 AC米兰将主场对阵希腊超级联赛传统豪门 奥林匹亚科斯 本赛季AC米兰在一架联赛中排名第11位 另轮联赛二胜三平一副 AC米兰现在已经彻底沦为一个平庸的中游一架球队 可对奥林匹亚科斯目前在希腊联赛中排名第5 次神一副 表现较为出色 作为传统的欧洲强队 AC米兰有丰富的欧战经验 但是目前球队的实力确实较差 球队的实力在一架都处在中游的水平 可见在欧洲中的表现可能 并不像是球迷们期待的那么样催枯拉秀 但是毕竟AC米兰战中有一光赢的球星 球星的力量确实在重大比赛可以发挥作用 因此看好本场比赛 AC米兰在主场艰难取胜 西甲净旅欧战是不可挡 推荐理由 本场比赛是欧洲联赛小组赛的第二轮 目前主队皇家贝蒂斯 在西甲联赛中排名第5位 在西甲前7轮的比赛中 三胜三平一负 大金5球丢5球 即12分 可以说从前几年还是降级的球队 到如今进入欧战 皇家贝蒂斯已经翻千覆地的变化 上赛季皇家贝蒂斯的成绩为列西甲第6 本赛季目前排名联赛第5 成绩继续进步 在西甲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能够位列第5 排在巴萨 瓦马 马丁 阿伦西亚之后 可见球队的实力不容小觑 可对迪德朗日在卢森冒甲级联赛中排名第一 球队在欧洲联赛的附加赛中连续淘汰华沙军团和克鲁日 可以说本赛季实力在欧洲绝对不是云南球队 本场比赛也是两队近年来的首次交锋 西甲球队一直在欧战中保持强势的地位 皇家贝蒂斯本场比赛可能也不例外 因此分场比赛看好主队皇家贝蒂斯轻松取胜